九月九 鬼上门 萧家子弟都入坟 卖棺材了 不知是哪位前辈 与萧家有什么过节 请出来讲明白 萧组长 要棺材不养 听说你这儿有生意做 请问 尊驾大明 你这样的斗技 也配来问我的名号 十五 二十 我那儿还真没这么多棺材 各位委屈一下吧 两个人用一口 好不好 请教了 修理乾坤剑 云兰宗十三殿长老您是哪一位 是 萧战是静了 你倒是也不瞎 还知道云兰宗十三殿长老 云兰宗十三套神剑 有十三位长老修炼 百年不献人间了 不知我萧家有何得罪 让您大开杀戒 我是哲云爽 你在萧家门前酒铺杀了我两个徒弟 这话怎么讲 他们 窥探我萧家机密 谋杀我萧家子弟 云兰宗与萧家百年之好 我不想因为几个狂徒 来坏了联盟之意 私下出手也是给大家留个面子 兼老先生来追问 也好 杀人者 萧战 就请先生动手 只不过 切勿伤害我萧家子弟 你不过是一个废物 杀了你 倒让人笑了 我要把萧家老老小小全杀了 才趁我的心和我的意 慢慢等着 别着急死 你太猖狂 好 好好愁 茫茫劫 欲欲家成 终有辟血 臂宜有时俊 血亦有时秘 誓也 非 化为 蝴蝶 蝴蝶 我 好 要了 你看 这些郡肘 都是萧家的斗技工法 什么情况 produced by 107 209 2010 209 天天斗迹 我 天天斗迹 天天斗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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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是萧家的持法 我试了一下 威力巨大 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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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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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要是知道 咱不烦啊 能不能停一下 我头都晕了 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是你们萧家的黑帐啊 我跟你讲 是焚绝 是焚绝 你不是说焚绝 就你那一本吗 这里也有 这应该是你萧家先祖 祖亲允阁抄路的抄路本 不过倒是可以作为教队 还有这个 这个 都是天阶的斗技功法 我跟你讲 我们这回啊 发大财了 萧家人好样的 花了这么多时间 把这些宝藏搬到了 这个神秘的地方 你爹虽然费了斗气 仍不失为一等一的大英雄啊 那我想现在 你应该知道 火烧斗技格的真相了吧 可是 我爹他为什么要用 这么极端的方法 来逼我走呢 我猜是因为黑暗将至 他怕萧家人难以自保 所以先把这些斗技功法 全部都搬了过来 将你除名 昭告天下 也是为了留下一次血脉 虚头后举 萧战这份心思跟魄力啊 当真了当 这些我都能理解 可是 萧家有危险 我不是更应该留下吗 真的有什么危险啊 凭你那两三下 也顶不了事啊 你哥都叫你从第一层 走到第五层了 你要是走不出去啊 这里可就永远封存了 大哥要我从第一层 走到第五层 去拜见一位萧家的先祖 可是 怎么办啊 难不成先祖到现在还活着 你们萧家人都有个毛病 不把话说清楚 从第一层走到第五层 是不是要我把这些斗鸡工法 全部都学会的意思啊 可是这也太多了吧 哪学得完啊 这种事问我我也不知道 你爹流落这么多宝藏给你 那是你的造化 他路已经给你指了 回去好好练吧 萧家不会有事吧 萧家不会有事吧 与其担心萧家 还不如担心你自己 你刚才看到这些宝贝 不是很兴奋吗 还不赶快去 是 叶老 我最近啊 越来越想 越来越想创造一种 属于自己的斗鸡 这 族长 怎么回事啊 他们几个都是我的弟子 没鼓起 私下里逃走 结果被杀了 尸体从门外扔过来的时候 还是温的 大概是 是三长老一起来了 他们逃走的时候跟我说过 我还跟他们说要结伴而行 想不到 也没能幸免于难 族长 是您让他们走的 既然命都保不住了 留下来干什么呢 族长 不能夺了老祖宗的威风啊 我们要跟敌人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 是啊 同归于尽 老祖宗的那威风 那是老祖宗的事 萧家百年了 我们萧家有得意弟子吗 就算我斗气还在 我能挡住折运手一击吗 是 萧家弟子们 听我说 把衣服都脱了吗 族长 这可不行啊 听我说 听我说 没什么不行的 萧家二字不值得你们在这儿送死 知道吗 现在 你们把衣服脱了 接班而行 出城去 留下一条命 留得轻身在 不怕没拆手 族长 族长 你这是要散了萧家呀 只有保住人 萧家才能不散哪 黑暗将至 族长 族长 五大家族 自相残杀 这天下 恐怕 就要完了 走 走吧 都走吧 把萧家的衣服都脱下来 不要再回来了 各自逃命去吧 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 大家听族长的 走吧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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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族长 保重 老爷 我扶您歇着去吧 您也走吧 老爷 您保重 老爷 您保重 好清静啊 我 您保重 您保重 保重 您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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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手 您保重 做得更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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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朕何德何能 竟然惊动人蓝宗的十三长老 昨晚逃出萧家的男女老幼一共一百三十三口都死了 尸体怎么处理 难道我萧家买不起这白石口棺材吗 你呢 死在地上鸟兽时 死在地下蝼蚁时 随便 小朕 你的斗技格里为什么空空肉业 如果我萧家有上好的斗技何止有今天 你被那个畜生烧了 被那个畜生烧了 萧家 萧家无非如此了 你这样的废物不配威励五大家族 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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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伤 再来 发几步 一会儿是萧家的斗计 一会儿又是星运阁的斗计 不成体统 你是谁 萧战那小子留书给我 说你是萧家最后一个有天赋的子弟 我看你这乱七八糟的功夫 真是让人失望了 萧家子孙孝爷 特见先祖 起来吧 先祖 我大哥说 萧家墓地里面 还有一位先祖惊魂未灭 没想到你 竟然还活着 请问您是哪位先祖 连我是哪位祖宗都不知道 就给我磕头啊 你这孩子也倒好笑 我 我是萧祖 萧 萧祖 那您 快一千岁了 怎么 觉着我是个妖怪 不敢不敢 跟我来 比你还老 我年轻的时候带领族人跟随斗地诛灭魂殿 当时吃了一种斗地钦刺的丹药 这种丹药可以让人进入昏睡 每一甲子苏醒一次 每次苏醒三十天 这次刚好是三十天之期 我已经醒了很久了 你 怎么刚下来啊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路贪看斗技与功法 所以才迟到了 就你这乱七八糟的功法 斗技也不足 看来有什么用 我呢 虽然斗技不足 但多学学斗技与功法 总有一天会有用武之地的 口气倒不小 像我萧家的人 来 把你学过的斗技 练出来让我看看 是 你这也算斗技 我已经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你还有二十八天的时间 打得过我你出去 打不过我 你留下来没我 直到下一个萧家人的到来 拿什么 就你这两下子出去 也敢说是萧家的子弟 别丢人了 上面斗技格里 全是萧家斗技的精髓 别人想都不要想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不过 我要先把你身上 星云阁的功法废掉 好让你一心一意地 学本门功法 别啊 老祖宗 大不了以后我不用就是了 其他没有用的功法 以后不要练了 你 想学什么我来教你 不过 我要先把你身上 星云阁的功法废掉 好让你一心一意地 学本门功法 学本门功法 别啊 老祖宗 大不了以后我不用就是了 其他没有用的功法 以后不要练了 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怒施狂刚 我看清楚没有 没有 这么简单都不会 老祖宗 老祖宗 您不能只出招不教我呀 您 您还是得把窍门告诉我的 狮子是斗气凝化所成 你往外送气的时候 要做到收放自如 狮子的行就是斗气的意 行意要合一 竟是用刚猛之力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老祖宗 您在做什么呀 我再给你打张床 我来帮你 不用了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睡地上也行 一睡六十年 地上很潮的 对身体不好 是六十年 对呀 我们说好的呀 你打不过我 就要在这儿陪我 我看你这个样子 多半是出不去了 不是 到时候我分你一颗丹药 六十年后 咱们一起醒 接着学接着练 你什么时候能打得过我 什么时候出去 您是在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去那儿看看都多少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已经十五天了 不行啊老祖宗 您 您都已经修炼了近千年了 我才十几岁 您这就是欺负小孩 孩子啊 你爹说得没错 你的底子确实不错 不过要求你在三十天内打过我 确实有点难为你了 所以啊 咱们不着急出去啊 你在这儿陪我睡一个夹子 两个夹子的 说不定就能打过我了 这床差不多了 你要不要去试一试 不行的 不行的老祖宗 我 我不能留在这儿陪您睡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萧家现在也很危险 我必须得出去 是 怎么危险了 你说给我听听 据说火灭声现在 已经冲破了封印 即将进攻斗骑大陆 萧家作为武族之仪 首当其仇 如果睡一夹子再出去 萧家说不定到时候 都已经没有萧家了 没了就没了 你不是还在吗 你在 萧家就在 不行 那 那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呢 我必须得出去 老祖宗您就别留我了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出去了 你能救得了他们吗 孩子啊 只有活到我这个岁数 才能明白 人事只不过是匆匆一瞥 谁家兴旺 谁家败路 那只不过是沧海中的 一阵波澜 你知道大海是什么吗 海是你的本事 你的斗骑 你把斗骑阁里的斗骑都学会了 你成为斗圣斗地 那你 就是天下第一 到那个时候 你想让谁家兴旺就兴旺 你想让谁家败落就败你 岂不是比现在痛快 年轻人 目光要放远一点 能让我做天下第一 你还年轻 你要继承我的衣钵 把萧家的斗骑 发扬光大 三花俱领五心朝天 斗骑从丹田出境背后脊椎过十三重楼 入厚老过梵鼎穴经文香穴 入咽喉过气海再入丹田 睡吧 中文鲜 陈有一 bron一下 准が一干早 19 inspire 指 vad 明天 一准雅 所以 疫虚 密尖 你太让我失望了 萧家子弟没有当逃兵的 我说过 打不赢我不能走 你这样偷跑 算什么 我这不叫偷跑 我的朋友有危险 我必须得去救他 什么朋友 他 他的命主 古族的 就你这功夫 你能救得了谁呀 女孩吗 是 你放着天下第一的名为不要 却要为一个女孩去送死 我萧家人什么时候这样没有志气 好色到这种程度 我这不叫好色 贪恋女色是斗者大计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个世界上 修炼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小子 你是要与我为敌吗 我们再打一场 不用萧家斗鸡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好 那自创的呢 只要你能创得出来 一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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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又了 帮帮我 殷珠又裂了几次 我真的必须得出去了 古人有句话 一胆九转 就是说一颗好的呆药呢 要在药顶里面炙烤九次 修炼也是一样的 你想要出去啊 要靠你自己 可是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哪怕只是一转我都没有时间 好吧 那告诉我 这些日子你都学了什么 全都是肖家斗戟 怒施狂刚 流云十三师 吹火掌 空空妙手 学得可真不熟 但这些五层楼的斗技 就算你都学会了 那又能怎么样呢 古人有句话 五生而有牙 学而无牙 以有牙逐无牙 其威 有的时候 知识也是一种障碍 你那个老祖宗功夫虽高 但再怎么样 也是一个埋在地下的活死人而已 世间万物 都是不断流通变化的 怎么可以被那些斗技招式 给拘泥住呢 他 太僵化了 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打过他 你是不是说过 要自创一套斗技来打败他 我的确是说过 可是斗技哪是说创就创的 相信你经历过的事 也不是没有可能 那个老祖宗的斗技很高 但这次 我可帮不了你 你要明白 要打败萧祖 需要的不是功法 也不是斗技 而是你自己 这我知道 可他境界高我太多 我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你要创造出 属于你自己的斗技 你要找出最适合你的方式 来打击对手 把那些什么招式啊 斗技啊 全部都忘记 存乎一心 发乎本能 方能有所突破 你可要知道 他教给你的都是最好的 你要从这些斗技精髓里面 找出你想要的 融会贯通 创造出自己的斗技 说的倒是容易 这个是你又一次的魔境天洁 你要自己面对 我帮不了你 只有自己悟到了 才会有真正的精进 那我该怎么悟了 那我该怎么悟了 古人还有一句话 披った 你没问题 抓一下 回家 冬赛 你得初心 Angst 没问题 伍卿旁门 方见明月如昔 悟行这件事啊 要看个人 要看造化 没有人可以替代人 出去想吧 想不通的话就别再进来了 伍卿旁门 明月如昔 伍卿旁门 伍卿旁门 来自 来自 伍卿旁门 臭小子 敢在你老祖宗面前用魂殿的斗技 你不怕我打死你 你还敢笑 你以为你用那些绚人耳目的邪术 会很高明吗 不高明也逼退了你一波 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 我真是太傻了 自从我进了这个斗技阁 我就被那些斗技所困住了 那些斗技虽然是好 那些斗技虽然是好 但又有什么用呢 你敢说我们 肖家斗技没有用 对地之事 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什么合适用什么 何必分你的斗技我的斗技 斗技本就是天下公器 门派之间正邪之分 不过是人们异乡 锦鱼编出来的罢了 你什么意思 我不会成为一个 刀鸡隔离的活死人 我更不会被这些东西所阻碍 现在 我可以打败你 自经一师王寿虎 不错 此火来自高杰魔兽 生性霸道 且极具毁灭性 不过此火对我没有 你还要其他的招吗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竟然有 在日月同徽之时 在极寒与极寅之地 出现的古灵棱祸 受我而难得 也有我更难得 你能收复这两种 极其罕见的火 说明你天赋一平 我们萧家 后继有人了 住手 这两种火生性排斥 牛熔素一般极不相容 合在一起会爆炸的 你再这样下去会炸死你的 你快停下来 别过来 我可以的 可以的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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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连 大成之事 棋色偏青 连心生一簇轻我 顾名 青连地心我 收起来吧 快输了它 不用再挂 这有很危险呢 三火相助 三火相容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怎么可能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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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祖宗 我 小子 这次你终于没有让我失望 你要是有我这个功力 再扔出第二个莲花 我看就算魂灭生在你面前 他也会狼狈逃脱的 是我无礼了 老祖宗 我啊 根本弄不出第二个 这第一个火莲 就已经耗尽了我全身 所有的斗气啊 是啊 你的斗气 没有达到斗黄的地步 想扔出第二个也难 不过仅此一个 足以惊世骇俗 惊天动地 你是从哪儿学的 是我自创的 在我的道一伙之后 我有试着玩过 我将古灵冷火和寿火融合到一块 扔出去让它爆炸 威力巨大 不过 今天这三伙相容 我也是第一次 我刚才看你的样子 就好像换了一个人 就像一尊佛像 盘坐于青莲之上 神少而不可亵渡 你给它起名字没有 叫佛怒火莲 佛怒火莲 天下至尊至大的 莫过于佛祖 至刚至阳的 莫过于异火 传说佛祖一怒 喜倾天地 所以我才起这个名 了不起 这一招 担得起这个名字 多谢老祖总 今天刚好是第三十天 我 这次 算你赢了 我要谢谢你 年轻人都能想明白的道理 我千百年来 却没有想清楚 我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斗王的境界 是天下公认的天才 这个斗技阁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耗尽毕生的心血收集来的 我当时的梦想 就是炼变天下所有的功法斗技 成为天下第一的斗者 这种执念 我到今天都没有放下 以至于惊魂不散 争分独妙 倒是你说得对啊 何必做一个斗技阁里的活死人呢 是我自己吃了 别啊 老祖总 是我胡言乱语的 能不要 读书有书呆子 练武有武呆子 我也是刚刚明白啊 张嘴 这 这什么药啊 该该该该该不会是 别担心 我说过你赢了 就不会留你 这是天下只有两颗的九品呆药 我一颗 你一颗 关键时刻 能还魂续命 还魂续命 就是你可以死两次 六十年后 记得来看 跟我讲讲 外面那些事情 是 老祖宗 六十年后 萧衣一定来看你 到时候咱们好好地打一场 好 多谢老祖宗恩典 三十年后 你再来看 你还没看你 一双子 我已经没看你 是个小的 还要是一双子 你什么 我能担心 我能担心 你不担心 那是个小的 又能担心 你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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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兰宗历派千年 不像今天竟有此劫 小子 你的戏该唱完了 如今斗气大怒 妖气横向 云兰宗 不仅未见一人出战 你身为五大家族的领袖 也硬说你要闭关修炼 真的不怕天下人耻笑 你云兰宗已经投靠了魂殿吗 你想死 但他在各派英雄面前 污蔑云兰宗 是魂殿的爪牙 你只派云兰宗十三长老 灭我萧家满门 抓走我爹交给魂殿 我萧家上上下下几百条人命 结成了你剑下的亡魂 今日我上云兰宗 第三件事 便是替我萧家报仇 让云山掏公道 云山牢狗 下来受死 护朕 金人 你只会是 这个人 东西 你只想要救出 什么你自己自逃 你自己本人 别管 我给你们 你就是 你自己想要求 你就是 走 来 云山 你背弃武卒 投靠魂殿 灭萧家满门 秦族长萧战 今日我古卒 就要替天行道 与你不死不休 古卒龙母 你管好自己家门 云兰宗之事 与你无关 我自幼萧家长大 如同亲生 倒是你 投靠魂殿 你还记得 你自己姓什么吗 相儿 不用跟他废话 你们两个半大的小孩子 竟敢血口喷人 你们真的认为可以在这里 抖威风吗 小爷 你联合古卒龙母 对云兰宗 星运阁 甚至是纳兰家 调起纷争 破坏五族联盟的情谊 你才是叛祖 别有用心的小人 还在狡辩 但我把你云兰宗踏平 我倒要看看你的主子血宗 抽不出来管你 把我抖 哈哈哈哈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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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人族殿前将军 莫巴斯 参见蛇王 参见蛇王 拜见蛇王陛下 不是让你们不要来了吗 蛇王有恩于蛇人国 您有难 我们岂能做事不管 言出必行 有恩必报 这也是女王陛下的意思 多谢了 都到齐了吗 帮你的人都不少啊 既然都来了 要都不要走了 变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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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点 喝 要 24 杀我全族 活到头了 你爹的事情我也不想的 他不肯把古玉给我 我只有让他去魂殿祭坛 让他好好地想想明白 你就跟你爹一样 倔脾气 我看我把你挂在祭坛的时候 是不是还能怎么去 天火三玄殿 天地变 怎么会有这样的功夫 无极便 无极便 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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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我现在让你尝一尝 你拦住十三剑的瓷尾 就这小子 挑起五族纷争 想毁了我们云兰宗 杀 想毁我云兰宗 我罢了你的品 终于出来了 哪位是折云首 我是 就是你 什么狗屁窦皇强者 就是给魂殿 纵浓才的软骨头 今日 整个云兰山 就是你们十四个人的棺材 我 警察 你 是 是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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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